看到据报道说 11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称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初期 没有采取最佳的做法 而是被掩盖起来 这可能会耗费国际社会两个月的时间做出反应 在今天也就是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回应称 这种向中国甩锅的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任 世卫组织刚刚将新冠肺炎疫情宣布为 全球性流行病 这表明它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希望美方的个别官员在这个时候 集中精力应对疫情推进合作 而不是向中国甩锅推责 诋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疫努力 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 而且对美国本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丝毫没有帮助 耿爽指出国际社会的公论是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 在创纪录短的时间内甄别出病原体 及时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 中方采取强有力防控措施 为国际社会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 世卫组织最近表示 新加坡 韩国等一些国家 正是充分利用了中方为世界争取的宝贵时间 采取必要防控举措 才使疫情蔓延得到了控制 至于美方是否有效利用了中方为世界争取的宝贵时间 这里我也不做评论 美国老百姓和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 面对疫情 同舟共计 共克时间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基本遵循 转嫁矛盾 无端指责 不具建设性 更不得人心